十字� ず화를插 正是里面的脚脚的脚脚 脚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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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这一块就好像勒住了 长过节节 就这一块好像永远期迈是勒着的那种 就好像勒了个东西 对 运你进步期迈有关系 你可以治疗一下颈椎啊 这些期迈的 疏通一下进步头部就缓解 与你头没关系 是期迈不通 你不打坐 有时候因为我们忙于 忙于这个世界的很多事 就是感觉不到 就没有那么微细的觉知 但打坐你静下心来的时候 你身体的酸麻烂 知道哪块不舒服 你才感觉到 或者坐久了 那个气急会发动 他就会觉得不通的地方就躲 这一块就胀胀 就好像要勒住你了 但是不是有其他东西勒住的 是你自己 颈椎 颈椎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说颈椎 你可以去按摩啊 或者找人 你去检查一下 让他们去按摩 退脑 会好一点 还有你就是 在这个世界呢 不要抱怨任何人的事 也能缓解 就任何事 不是说你错啊 但是抱怨这些事 是一般是你没错 大家有错的时候 你不要抱怨别 这个才是菩萨嘛 菩萨怎么能是 凡我跟菩萨有啥区别 对吧 那当身边的人 有些事伤害到你的脆弱的心 或者是让你感觉到很烦 或者很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我现在是菩萨 我要打坐了 我要向观世音菩萨学习 向文书啊 普行菩萨学习 我不抱怨 因为菩萨不抱怨 知道吧 所以我从不抱怨任何人 就从这儿开始休息 不抱怨 语言不抱怨 心理不抱怨 慢慢做的 当然这个有时候很辛苦 很想抱怨一下 因为太憋屈了 因为觉得好像这世界 全世界都在伤害我们 你看我一说他都开始苦悲 很委屈 我知道 因为这样我们就能了唠唠 生生世世世的很多逆缘 我们就可以成就 并不是你有问有错 或者是什么 是伤害是在这个世界上 总会存在的 其实你修得很好 都会有人有伤害的 那佛陀当年成佛了 还有人站在旁边 不断地骂他 那外道每天都骂他 还有人站在旁边 两三个小时都指着他 鼻子骂 跌着他 他都静静地坐在那儿 大家是说他修忍辱还是什么 他觉得挺可怜的 让他骂一顿 他主要发现一下 也起作用 但是忍辱的时候 不要想他是两团肉 你就想 就是能量 你的能量随着 就是能量团 就是你的身体 就是能量 你的手 就是能量团 就这样 但是你这一块气脉 不同 这个进步 是你感觉到 有很多委屈跟怨恨的东西 很委屈 如果觉得有委屈 肯定有怨恨 怨恨 怨恨 另外呢 在这个世人世少 多听佛 佛的东西 佛对你说的东西 向佛学习 不向这个世界的人学习 哦 慢慢就好 佛是最好的老师 可以让我们解脱的 得自在的 其他人教的嘛 都是可以在人力的地方 稍稍进步一点 但还是不自在 又有新的困扰 扫心成这样 你扫心啥 要么你 你跟众位师兄 说说苦 说完苦也就罢了 众位师兄 帮你清一下 我对面母团 你都知道了 我恨人 把心都恨坏了 哦 是这样的 我发现就是 我一直在忏悔 所有恨的人我也忏悔了 后来我发现 说了一些 就是譬如说 这个客户很有钱 一开他几万个 也做了一些缺德事 发现 那也不缺德嘛 他有钱 他愿意怕 他就是连着 他从这些金脉连着 一直痛到这里来 痛到心这里来 这一块 就好不了 所以去年我们公司 也不做了 就休息了 好 你都知道 这也不用问 可是我忏悔了 改了呗 改了才算嘛 忏悔是为了改 光忏悔又啥 也不是说我在那儿 啊 我不干坏事了 福啊 我忏悔以前 所做的所有坏事 第二天又去干了 你这种忏悔 他又有新的 我发现 就是我的指甲 表现不是钱嘛 我就偏偏 就是 从去年9月份 开始 我就不赚钱 你就不要再赚钱了 哇 赚钱 鞋又没有仇根 你鞋又没有问题 而且在打坐的时候 这个门量整个头上很多 这楼头上也没问题 就是很难 在打坐的时候 要花很长时间 把头上打空 打空 打成什么没脑子 那你打这个植物呢 不是这样的啊 我觉得你木铁 休息还是对的 你说的刚才说 就是你在做生意 不是说我不做了 我就 我不做生意了 我觉得要把钱看过 不是这样 钱又没有问题 是我们人的心有问题 你赋予那个钱 什么意义了 是吧 这个就是 你的心有点平均 你老觉得缺钱 这才是问题 就是我们的心很穷了 就算口袋里装上 几千万 也觉得 几百万几千万 也觉得万一未来有什么事 一下子就没了 你总是想那些 这些钱可能一下子就没了 就心很穷啊 很有危机感 就是总有这些啊 在这一块你关注一下 钱就不是问题 是我关注 我发觉这样 他抽着心这里疼 好不好得了 老让我挂着 你能好得了 还有那些说 这个人很有钱 他有几千万是吧 他有几十个亿 他在那里开了一万块钱 一个疗程是吧 你经常做哑声嘛 对他只是个游戏 并不是你缺德 对有钱人有时候 他今天烦 我去哪开个 去哪 我花一万块钱 可能他也 因为他的生活无忧嘛 他一两万块钱 对他可能也不是个什么 他就拿这一两万块钱 挣出去 他就玩一下 不是说你缺那有啥气的 对他来说 他是满足的 他在你那玩了 或者去他那玩了 太高于自责了 总比他去读草玩了 好是吧 有时候还是软电 软电使气嘛 是你让你爸妈说你解决问题 可能就是太大自质 你可以去忏悔 可以去 但是你在生意场上 你是在游戏啊 不要较真 每个人在你那得到了自己所需 他只是在得到他的一样 但是你没有骗他 你说 哎呀你拿了个假东西 说这个是古董啊 这个就有点问题了 你卖给人家卖了一千万 但是你两块钱出地摊上逃的 这就有点问题啊 这就是有点骗了 那后来你心不会安 那个就忏悔了 下次不犯了 或者是我赚了那些钱 如果还是心不安 我捐出去 就是让别人就 回归于法界嘛 回归于大众嘛 那样就是等于是 你的心里就像一块 石头一下就扔出去 或者他会扔 什么原因 把这里弄伤了 那好不了两年了 就这一块击买 击买不通 没什么大事 暂时没 这头部老师 好像这个能量在头部 这是想的 是想多了 想多了 担心的多了 还不是想多了 担心的多了 操心的多了 你很好 知道吗 你现在生活的也很好 你也很好 你这么多了 你不用想太多 但是过去那些 贫困的痕迹啊 受伤的痕迹啊 过去那些 恩恩怨怨的痕迹啊 你还在到这里 不停地形成你的一种认知 还请认知固执的 就是那样的 这世界有好人吗 等等 我自己个例子 甚至你会说 修行人就是好人吗 但是这个分享传统文化 因为我去年就学了个 狮子班传统文化 他一个传统文化道场 也有四五十人呢 就去分享了 我分享他会把你过去 自己犯的错都讲 我觉得反反复复这样讲 会让我 就会有回忆起了 你知道你的头脑 有个小不滥小 你信任一个人 就是因为你确实 信任对这个世界 信任身边的人啊 你不信任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被骗过 或者是被做生意潮嘛 经常老被人骗了 一不小心就被欺骗 又被欺负了 你不信任 如果你看 假如我坐在这 我相信他们每个人 你知道我今天晚上睡得很好 因为我把我的东西 都可以告诉他们每个人 我相信他们会把我消化 而且呢 我太信任他们了 我这个杯子 你给我拿着 我从上十天 因为我要出去玩 我信任他 是吧 也许他就带着我的杯子出国溜了 再没眼了 可能我这个杯子就再也找不到了 但是我信任啊 信任比这个杯子更重要 对我 因为我信任我还信嘛 但回来了 他 不知道他拿走了 然后想想 我不是个休息人吗 这不是外之物吗 安慰一下 这就完了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就一时组成 天国后 可能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在乎的 可能跟生命一样重要 但是因为信任他被他害了 我的亲历子 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 是不是这个信任不高 所以有时候在人到的时候 信任也是需要点智慧的 但是在于你在乎什么 其实这个世界 目前你的身家里边 没太多很重要的 能够让你不要命的 能够把命也丢了的这种 除了儿子啊 或者是什么 谁想的这种东西 你信任 信任你的身边的人 没关系 他们不会骗你的 我保证 然后你就 头脑就不会乱想 你就不会想很多 因为不信任 总觉得房子这个房子 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 跟他相处 你都不知道 他后天会不会害我 骗我 然后你这不两天累吗 这两天都累死了 其实他后天骗你 他这两天也没骗你啊 这两天你就不要想 你这两天很舒服了 是吧 如果我们天生 我们就是 我们也没那么高智慧 我们经常 一不小心 真的被朋友骗了 你是用心 跟一个人相交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 佛的智慧 菩萨的智慧 慧也识别 他就是你不骗我的 如果你请 请欺自己的真诚 然后这个人真的骗了你 一个两个三个骗了你 放心你的福报很大 因为有骗的东西啊 为什么他们会骗你 因为你值得骗啊 说明你没完没了 如果被人骗 那你太厉害了 你看你要啥也没有 谁骗你啊 是吧 那是你的福报 写现在这个世界上 才有人来过来说 一定要费尽心机的骗你 是吧 还有前一世的 有时候有一个孔子 譬如说我走走 有个 譬如突然有个声音 我就会吓一下 我会 我怎么不记得 要念一身佛 不是关键的时候 要念一身佛名号嘛 就是有一个孔子 第一念 第二念才定住 是啊 就是绝照力不够嘛 有时候 有时候念个佛就不下了 还有就是晚上 做梦的时候 就跟着梦走了 等一下就 我怎么跟他走了 是 下次不要跟他走 还是绝 绝念定力啊 嗯 绝照力 但是你能第二年绝照到 已经很了不起了 一般都三年 就四年才绝照到 已经跑了很远了 才知道 你在第一年没绝照到 第二年知道了 回来就行了 就不要些懊恼 他会不会 对千万不要抱怨自己 懊恼自己 你是佛嘛 怎么能抱怨佛呢 是吧 感谢师父 有点信心 你会好起来 一切都会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